- 跳動 - 跳動 - 跳動 - 今天剛看完跳動要不要聊跳動 - 好啊跳動 - 稍微講一下 - 他應該好像是下個禮拜才那個 - 呃他算是本週晶片 - 他十五...欸 22號上映 - 22號是下週 - 但是因為... - 好吧 - 好啦因為那個什麼剛剛看完 - 新鮮活跳跳 - 對所以那個啥 - 對羞瞪瞪瞪 - 然後... - 我有看嘛醋哥有看嘛 - 然後...那個誰啊 - 啊他又沒上來 - 啊他又沒上來 - 好 - 念一下 - OK - 等一下... - 噹噠噹噹噹噹噹噹噹 - 這些部其實可以看得出來那個... - 騙傷 - 企圖其實很大 - 很大 - 對 - 好 - 看一下 一个男孩 罹患了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的罕见疾病 受伤不会痛 但必须时时补充水分 但他仍不停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功夫梦 终于迎来人生第一场史诗级的大战 西娃一出生就失去了母亲 还被诊断出患有一种 名为先天性痛不敏感症的罕见疾病 在保守父亲和老顽童爷爷的合力照顾下长大 不同于常人的他 在学校的生活不好过 因为不会有痛的反应 总是遭受同学的霸凌 搞得浑身是伤 不过邻居女孩苏佩 总是会挺身捍违他 对武打极有兴趣的西娃 在爷爷的独特教养下自我修炼 看了大量的武打电影录影带 其中一只让年幼的他深深着迷 那是一只空手道对决的迷片 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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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那个还蛮好笑的 等一下再讲 影片中一位名为空手道王 马尼 三个迪瓦 迪瓦雅的神秘独角男子 以残障的身躯但精准的空手道技巧 打败了100名对手 成为西娃心中最崇拜的功夫大神 一回 西娃为了保护苏佩 行侠仗义展开第一次突袭 却导致全家被邻居驱逐 他和苏佩被迫分开 两人各自迎来不寻常的境遇 西娃长大后 展开人生冒险 遇到他几乎认不出来的苏佩 还见到早已变成酒鬼的空手道王马尼 甚至还有马尼的邪恶双胞胎兄弟 他拒绝归还马尼人生中最重要的物品 西娃了解到他的使命就是帮他的偶像马尼拿回珍贵的盒子 史诗类台准备好开打啦 这部片真的很有趣 真的非常非常特别的一部电影 他应该算是印度电影没错 他是印度电影 他是印度电影 但是我觉得他 其实啊 这部片让我看 感觉到那个印度电影的创作的那个活力 因为他其实应该是说他即使在印度当地 他应该也不是那种 他不是他不是那种大众电影 即使是我现在看啊 我也觉得他很不大众 即使是台湾观众也不一定会觉得说他是 容易看得懂的片 这个有人有看过吗 那个陈佑有看过 来吧先说 莫佐也没看过 莫佐有看过吗 我没看过 那是陈佑有看过 来那个陈佑你先说一下好了 你的感想 好吧 这部片其实就像刚刚说的 感觉那个片上的野心很大 因为他这次宣传做很大 然后活动做很多这样子 对啊 那 嗯 然后再来是他的预告片 其实很有趣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一版预告 就是主角就是一边走路一边介绍自己 然后途中就突然发现了很多危险的事物 然后他就一直受伤 然后继续讲 那个预告的概念其实我还蛮喜欢 所以就成功引起我的兴趣 对那 这部片啊 老实说 看完 看完之后 我其实觉得 我很无法理解 对 就像其实 剧情就像刚刚说的 这是一个不会痛的小男孩 然后他呢 而且他不止不会痛 就因为 不会痛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疾病 因为他基本上感受 等于说他的身体是没有那种警讯功能的 那基本上你遇到了受了什么伤啊 遇到什么危险 他都不会有那种动物的本能反应去躲开 所以中间他也用这种事情 创造了一些笑料 就例如说有人拿刀插他 然后他旁边的人看着都吓死了 他就哎 哦原来有一把刀打的拔起来丢掉 类似这样 可是因为他的这个疾病 他感受不到痛 所以呢 他怕就很保护 他就把他关在家里 那这造成了这个小男孩就变成异常的天真 然后就是很像小男孩这样子 然后呢 讲话都讲得很可爱 就例如说看到别人被欺负啊 他就会大喊说 你要用那个雷射光杀死坏蛋啊 之类的这样 那他就是讲说 这个不会痛 而且呢 还很天真的小男孩 他要踏出家门 他要来到这个社会上 然后他重新遇到了自己以前喜欢的女孩 然后遇到了自己的偶像 然后想要帮他们解决事情 可是 他很天真 但是这个社会 很多事情都是很残酷的 其实都是这个小男孩 无法理解的 就例如说 他喜欢的女孩 其实很勇敢 而且常常帮男主角解决问题 可是呢 只要爸爸一出现 然后要迁回 要把小女孩带回家 小女孩就不会反抗 或者说甚至长大之后 这个女主角 他呢 已经有了婚约 只要丈夫说什么 那女孩就变得微微懦懦的 那他就不理解为什么 你不挺身而出呢 为什么你不像我一样 就是我看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 然后那你应该也可以这样子去面对 你生活周遭的其他人事物 对甚至其实 他跟他的父亲也有很多冲突 因为父亲其实很想保护这个小男孩 但是 小男孩就一直觉得说 父亲你怎么这么的胆小怕事 那当初是不是也因为你这么胆小 你不像我一样 如此的敢站出来伸张正义 然后呢妈妈才会 就是不在我身边 那他去塑造这种人物的情感 然后呢用这个很天真无邪的男孩 去看这个世界 其实做的还蛮有血有肉的 可是重点重点就是 而且他的他里面有很多武打 他武打其实还拍的还行 那他就会用一些慢动作镜头啊 去排一些很好笑的武打动作 可是问题就是在于说 这部片其实被定掉为是一部喜剧 那他里面的 他里面不是没有笑料 可是他的笑料就 比较分散吧 然后他很多 很多时候他其实是 感觉想要认真讲故事 可是要塞笑料 那塞了笑料之后 可能观众又感受不到 或是timing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还蛮尴尬的 对啊 那像我去带朋友去看 他看完之后出来也觉得说 这部片很奇怪 就不像我们以前看的那种 功夫片或是喜剧片 那我自己看完我也觉得说 好像他在这种 故事情节铺排啊 然后呢 节奏的安排上面呢 可能也有些问题 例如说他里面有一段是 矮男主角在回忆他的 人生一刚开始 他出生情况是怎样的 就是呢 他爸爸妈妈还有爷爷 一起坐在戏院里面看戏 结果妈妈就突然就反应要生了 然后旁边就有人站起来说 你们不要吵好不好 然后这时候妈妈就走上去 要跟那个人理论 然后他就幻想说 妈妈可能会很帅的把那个人打飞 结果一转眼就回到现实生活 我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就出去了 然后路上呢 他又幻想说 是不是 因为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所以应该会有终结者 魔鬼终结者 从未来被传送过来 要来杀我 然后我妈呢 很英勇的拿枪去把终结者给终结掉 结果又回到现实 并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然后就这种梗 这种梗其实就 他玩一次 玩两次 然后那个timing抓好的话 其实还蛮有效果的 可是变成说 我们可能不太习惯 印度的喜剧的timing 或是他们同一个梗 他常常一直重复用 或是他拖得有点久 就像我上个礼拜讲 恭喜巴婆的一样 就是那个timing 他没有抓好的话 其实我们观众可能就会感受不到 或是我们就会从好笑有趣 变成尴尬 对啊 那我觉得看这部片 看完之后感受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比起好笑 其实很多时候 更多是尴尬 然后觉得 那个剧情有点拖 这部片 他要两个小时 要十几分钟 其实其实很长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如果他 把浓缩一点 的话 可能会更好看 那个节奏会变得更紧准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其实 像我看 或是我朋友看 我们都觉得说 好像有点奇怪 然后好像不符合我们的胃口 对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们太习惯好莱坞的 节奏 因为对 你讲的 我其实是有感觉到 对 但是我后 我是能够接受的 因为 他就是如果你以好莱坞的 平常看习惯好莱坞的观点 你应该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边他们还要继续演下去 是对 因为他有很多还继续演下去 还或者是一些 你觉得 哎明明在这边好像要开始打赢的 他们怎么还没还在演 还在 在 但是其实如果你 常看印度片的话 你就会发现印度片的节奏就是这个样 他这一部还算是快的 以前的一般印度片 至少动辄三个钟头 这一部才两个小时 十五分钟 然后他已经算是很短了 我们回忆说 哎 之前看那个我和我的冠军女儿 或是说三个傻瓜 其实那些的那个 节奏跟他们的笑点 其实台湾观众是很可以接受的 对啊 那不确定是因为那些片 我们可以接受是他已经有调整过 还是到底是这部片 我觉得我觉得这是因为这部电影 即使在印度电影 他也算是另类的电影 哦是是是 对你可以感觉得到就是 他有很多 试着想要去玩的东西 嗯 他其实有点像是印度的实验 实验风格电影 哦 这样子 好啦 我来讲我自己的感觉好了 因为这部片啊 他在 其实我觉得我在看这部的时候 我觉得很像在看那种欧美的那种 恶搞实验片 哦 就有点像在看老博 罗里格兹 拍那个什么好莱坞电影的那种味道 就是他我就偏不这样玩 之类的 只是说他毕竟还是印度电影 所以他的那个节奏 还是属于有点印度 印度风格的感觉 嗯 对但是我其实觉得 很酷啊 这部片其实很酷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他 因为他在这部片里面 其实很明显的 可以感觉到80年代怀旧 你知道就是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 也也是一个这种 很喜欢看电影的人 然后他妈妈也是 对就是当时在讲说这个妈妈要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在看电影 然后爸爸其实没有那么的入戏 就是爸爸还要很可怜 就要帮他买东西之类的 嗯 对那于是女儿就被他教育成一个非常自我 就是说很有自信的一个女人 嗯 对可是因为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 所以那个什么 他的太太 他在被那个抢劫的时候 他会自己 他他不肯让步 对然后就当时就因此造成悲剧 可是孩子呢 就是从小也被爷爷教育成这样子的状态 嗯 对可以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的那个阻止 其实还蛮清楚 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不要认输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然后可是这整部片的那个氛围 是非常非常中二的 就是他这个男孩就是从小 就是因为看电影长大了 就是他就觉得英雄就是应该是要怎么样 他想要当超级英雄 对所以就是他脑袋里面都会有开小剧场 那开小剧场的时候就是娱乐点的时候 对他想说这个时候 比如说看到那个女生在那边武打 他就突然间进去加入他 然后两个人就变成伙伴这样子 然后互相疾掌 就跟我老半天根本就没打 然后就在后面 只是在那边看到嗯 我要去这样子就就 那个一过去搭那女生 女生就把他当敌人要揍他 就是有很多这种很可爱的桥段 那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这个故事也有一点像是 如果你用童话故事的话 他有点像印度版的唐吉赫德 嗯 就是所谓唐吉赫德是什么就是 唐吉赫德是一个过时的人 就是如果你在原来的那个 童话故事的话 唐吉赫德是一个一直还相信歧视精神的一个人 那哪怕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骑士 可是他还是要去当骑士 他还是要做骑士 那个就是每天看骑士小说 然后骑士的那个传奇故事 所以最后他决定要自己去当骑士 然后他骗到旁边的一个伙伴 桑丘然后跟着他一起去冒险 然后可能是在路上看到各种东西 他脑袋里面的小剧场都直接把他当成是 比如说看到一个老太婆 然后就把他当成是一个淑女这样子 他就过去跟他敬重之类的 然后看到风车 然后他就觉得那个应该是巨人 他脑袋里面的他是个巨人 然后就就去攻击他 然后就把自己弄成一身伤 对其实我觉得这部也是这样子 他其实一直想要去击败邪恶的人 对那他以前因为他一直被灌输他妈妈当时就是 有人杀了他妈妈 所以他要他要击败 他要击败那些那个什么小偷抢匪 他后来就把这些 这真的是所谓的忌恶如仇 他就把所有欺负他的人全部投射为 你们都是抢匪我要去击败他 那可是在就当我觉得这部片有趣的就是 就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 他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时候 这世界上还真的有一个 让他去实现愿望的一个 一个一组成马出现 对啊真的是这样 就是当当他在 我觉得那一幕 这一部好看就是好看 这一切是很荒谬 可是到最后其实 这个主角的故事 有有有圆满的结束 对用他的那个荒谬的方式 然后旁边的人既然都被他打动了 于是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去 去奋斗了用他们自己知道的方法去奋斗 那有点也有点像海贼王那种味道 你知道吗 比如说像海贼王漫画里面 他说他要去 征服 他想要当伟大航道 找伟大航道 然后旁边的人都觉得这是不可行的 可是因为他的热情 跟他的奋斗与努力 然后旁边的人突然间都被打动了 然后他们所有旁边的人 本来都是卡在原来的位置 有点像是你为什么不去冒险一次呢 你自己是不是卡在你自己现在 这个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你是不是很不满意你现在的状态 你是不是很想要一搏 那你为什么不一搏 就是这个男子 可是这个就是这个男生 他就是奋不顾身的一搏 这个就是去完全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搏斗 用他自己的很很蠢很蠢的方式 可是旁边的人就因此也被打动 然后而且可是你会发现 旁边的人他们之所以 所谓温水煮青蛙 有的时候也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一个状态 像他 在这个这部片里面有一个可爱的就是他在看录影带 他就是自以为就是说他只要看了录影带 他就可以变成武林高手 就是很中二的觉得说比如说看小子男产 然后看成龙的那个 的动作片看完了以后我就会打了这样 对那 有一天他就看了死亡游戏 就是录影带要死亡游戏就是 那个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去要录影带就也有说去要录影带啊就是 把所有录影带都给我然后录影带店老板说 啊都给你都给你因为那个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人看录影带 现在都是dvd的年代 在录影带没人要全部都送你这样 然后他就平白无故得到很多动作片然后每天 在看那个VHS这样 好 然后 于是他有一天就看到那个死亡游戏他本来应该是李小龙 结果死亡游戏的画面就被被人家录掉了 这变成是一个空手道家 一个人挑战100个人 而且这画面很方便因为他只有独角而已他只能撑着拐杖跟人家打 撑着拐杖跟人家打还是 还是一个人打100 所以他就从此以后就觉得这个人是个英雄他想要去拜 他这好崇拜他他想要成为这个 什么 空手道王 这样子 对就是后来没想到后来真的给他被他给遇到 遇到 遇到就是他本来以为那个是在录影带里面的传奇人物而已 遇到真人 而且就除了他 住在离他家 不远处 这样子 我觉得这段很好笑 就是他就是长大成了以后发现说这些 他小时候觉得是英雄的人已经不是英雄 就他好像就是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 就有 邪恶双胞胎 要欺负他 可是这个 邪恶双胞胎欺负他其实理由也是基于非常非常中二的理由 因为好像从前以前有一些纠纷然后就抢了他太太在讲到他女朋友之类 所以他后来每次都回来戏弄他 然后甚至就是把那个找他爸爸那个找给他的一个抢走 珠宝盒给抢走 然后当那个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 基本上真的是很幼稚的一件事情 他抢走然后空手到家就是想要把他拿回来就追着他跑 这不是小孩子霸凌吗 就是你拿不到拿不到这样子 然后这个然后这个霸凌的行为就是到了大人的时候还这样 结果就还用那个什么他自己 邪恶双胞胎自己本身是组了一间保全公司 全部都是一间虎辈熊腰的人 然后他在里面就还很可爱就录一段那个广告 我们那个我们的保全公司啊 就是里面充满了脚尖那个什么脚尖的高手 你知道吗 就是有很多武林高手这样子 绝对不犯有问题 这样子 那一段好笑又好乐 男主角就是拼了命想要拯救他自己的英雄嘛 然后那就是这个时候 走我们去帮你把珠宝盒拿回来 你看这听起来就很像还是孩子的时候的样子嘛 就很像小孩子说那个时候我去帮你把他拿回来 然后我去我去我们去打他这样子 就真的是去打他那么多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了 然后就硬是去那边打他这样子 然后突然间变成一场混战 你知道吗 那 呃我觉得这部片还有一个亮点就女女生啊 啊这部片女生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因为这部片呢 呃在刚才剧情简介里面提到说他小时候遇到一个小女生嘛 然后那小女生跟他两小无才就是他都就是只要男生被欺负 小女生就会出来帮忙这样 可是有趣的是小女生其实很弱 就是就是都每次在打的时候其实都会哭啊 就是他拿木板打人家打那个欺负他孩子的那个头 打下去小孩子哭然后那个小女生也哭 然后小这部片的两个小男生那个小孩子都超可爱的 小男生就在那边傻傻的跟他说你那个什么你要跳下来你有勇气可以跳下来啊 然后我们两个要击败那个什么击败抢匪这样子然后两个人就站在最高楼的 这个高楼大厦屋顶 就说那个然后衣服上面写说我要打败他们这样子 然后指的他指的那个小女生的罪鬼罪鬼爸爸 就说我要击败你然后就 罪鬼爸爸就喝醉酒跑上去就直接 他们脆胚这样 那个故事其实又荒谬然后又写实 那就是 你看到就是那种那个 拥有冒险精神跟拥有中恶的心情的那个 一个小男孩他用他自己的想象力在抵抗全世界的故事 对哪怕他长大了他还是 还是这样子 然后他结果他既然 有趣的就是既然还真的有一个邪恶组织是被他 存在然后让他让他去打 那里面的很多打斗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受到很多 东方式武打的影响 像里面有一场戏他最后终于跟一个那个就是 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然后跟一个的高手对决上 然后高手对决里面有一场戏两个人一直互踢对方 根本就成龙的电影成龙里面常常就是有这样 这种这种 这种片段 就打打打然后两个人突然间都用同一招踢对方的脚 他笑点也跟成龙一样就互踢然后踢踢突然觉得 脚很痛 就是不是因为成龙是会感觉到痛的所以他就踢到脚会很痛在那 但是他就是不会痛所以他受重伤 对所以我都觉得这很有趣因为其实 虽然很痛可是又又觉得哇这个很有梗因为 这个导演很明显他就是喜欢看动作片 他看了很多东西其实很多都是致敬一些那种武侠片 武打电影 对那 你应该是说如果你有在看八九年代的 动作片的话你就会可以感到那个醍醐味 因为他没有那么明显的 说他是超哪里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些那个打斗的桥段就哎这个是在哪一部片里面有出现 那可爱的就是这个男生他 所谓的秘密训练 真的是秘密训练 就是他看 看录影带然后自己一个在房间里面这样 练这样 然后就让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子会吃别的就没想到还真成功了就遇到敌人他真的有办 就用那些很花俏的那个动作因为他就是一个 应该他真的是看你可以感觉像是三个人就电影里面有三个角色 三个角色都有自己的那个武打风格 很像那个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玩的街头快打那种感觉他最后面那一幕很有那个味道 就三个人对抗一群人的那种故事 对那那可是三个人 就是他的那个女主角啊 然后男生啊还有那个空手道王 就是他们的三个的武打风格都不一样 因为女生的就很花俏嘛会就会用布然后然后然后把人家借力实力嘛 然后男生的很明显就是这个小这个男主角的很明显他就是会 做一些无意义的翻筋斗 就是他会 他硬是要翻过去然后才做这件事或者是要转两圈才踢一个人这样 就是只是觉得这样子很帅可是他就习惯性要这样 那空手道家就是很明显就是他是硬巧硬毛的打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他其实都有都有 他都有把他编排 他自己刚刚提到的那个女孩子因为这个这部片的女孩子是非常非常主动的一个女生 对他从小就是会去照顾那个男生 结果到最后他们有一段是分 分开了 结果这个女人遇到高人 就是把他训练成空手道女空手道家 就是 他也是一个很叹的那个女孩子就在路上看到有人要欺负一个女生 要欺负别的女生然后他就就就就下车去通舟那些人 就一个人挑好几个 然后你就觉得哇这女的好帅啊 然后那一部分那个时候男生在看到那个女孩子打的时候就说 爱上他 爱上他这时候用电风扇在吹他的头 然后旁边有歌声 我爱上你就是旁边的歌词 这样 然后结果那个当他看了那个女生爱上他的时候女生回头揍他 这部片的那个笑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些那种 应该是说那种很幽默式的东西 他不是爆笑的东西 对是幽默的东西 但是就像你讲就是这个节奏 他的节奏其实是印度式节奏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笑完了以后怎么突然间又开始认真讲故事 他认真讲故事又怎么突然间又笑一笑这样 然后突然又开始唱起歌来 然后唱歌的那一瞬间又觉得还蛮浪漫 就是突然间又还有还是有回到那种大杂烩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的特色之一就真的是女主角 因为女主角在这部片里面 是非常自主 他喜欢什么人他就直接 跟那个男生讲说就上来吧 然后男生就男生在旁边就是都不知道自己 要干嘛就女生一把抓住他的 那个什么领口然后两个就趴下去 我觉得这段真的超可爱 这女生好主动 对对那但是 早上起来 还自己 跑去买避孕药 就是一开始就说我是有感觉 我并不是完完全全 我只是有时候感觉不到痛 这个我有感觉 然后女人就觉得很可爱 那突然间啊糟糕 然后就觉得 就突然就去买避孕药 但是这部其实也有在提到一些女性 女性的部分 就是女性在抵抗男性霸权的这个东西 因为他从小这个女生是从他还花了蛮多时间铺成这个女孩子 而且有几段其实突然间有点像独立店 女的突然间开始不知道有一段 他小的时候其实被他爸爸虐待 当他长大以后呢又 好像就是又被家里面的人然后定个终身这样 有别有他不喜欢的男生来追他然后就 可能因为照顾了他家人 然后开始支付他家里面的那个 经济 所以他突然间这个爸爸妈妈就 爸爸就好像要求他说他嫁给他这样 那可是有一段就是当当他的妈妈就是一直跟他讲说 你不不一定要接受啊你不一定要接受这样 那我印象深刻是 女生突然间开始讲说他 想要干什么 你就是他为什么这个样 那我觉得那一段很有趣那一段其实是 应该那一段是表演的 应该是演出来他不是真实的 可是那一段就很异样的写实 因为他开始演出一个女生就是他有点想不出来自己 为什么 他不逃 为什么不离开 为什么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他就开始有点辩解 然后就说有人2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大亨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 要做什么 然后那一段真的讲蛮久的 可是你会觉得很有趣其实那一段有点像是我们那个 有点像我们台湾电影 那就是 让有点变得让演员自由发会去讲他自己心里面想的事的那种表达方式 然后那时候觉得哇这个他其实有点 在玩让他有点在玩那那一瞬间又不是就突然间变得不是热血 中二电影那一瞬间突然间好变得独立 独立变的那种感觉 然后 对这 呃如果你要讲说缺点的话 这部片 的缺点也同时也是他的优点 他的优点就是他有很多东西可以看 但是他缺点就是如果你 期望能够看到一部 结构严谨的片子他没有结构 对他其实有想要塞很多东西进去 但我觉得其实以两个小时数分来讲 真的很丰富 对以前是三个小时然后塞以前的印度电影是三个小时塞很多格进去 然后故事进展极缓慢 像巴火巴力王那种东西 画面非常精彩 可是中间停下来唱 然后你就说哇这个画面怎么慢到一个你 他们到底有没有在动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部其实我觉得他 他还是有他武打还常常有这种东西 对他有那种急慢镜头的动作 高速镜头然后把他放很慢 对然后 可是他有的时候又有再去踹一些特别的东西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 还蛮特别 这是一部还蛮有趣的电影 只是 如果你真的不常看电影的话对你来讲 也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考验 因为 就像上个礼拜我们在看 我在讲那个什么惊奇队长 对惊奇队长也是一样如果你平常不常看电影的观众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混乱 会对一些那种那个什么记忆回溯的部分会感觉到有点 为什么这样跳来跳去的这样子 怎么怎么怎么在在观赏的时候觉得好像很不顺的感 对 对这个是跳动先生 他的慢动作啊不得不说 因为像我这次 回 回去然后我爸妈在看大陆 新拍的 那个倚天吐龙集 很明显的感受出来 像大陆人他们现在在拍 那种武侠片 就是已经不是用那种很憋脚的 特效去 装饰 基本上他们也是 有 武打设计 可是因为他们的武打设计肯定不 不可能像 电影做的这么有质感啊这么专业 他们 怎么样 让画面看起来很厉害的就是一直用慢动作 所以可能转身 然后慢动作 然后一挥一剑慢动作 然后挡下敌人的 攻击又慢动作 然后就觉得 非常的令人不耐烦 然后其实 跳动先生也有一点这种感觉 就是慢动作到了后来 就有点 好像有点拖 主角这样子飞升起来 慢动作 然后划过车子 慢动作 然后落地 完美的pose 又一个慢动作 其实这件事情都是可以在 三秒之中就可以 三秒之内就可以解决 这个镜头 对 但是 应该是说这部片的武打有很多其实是在玩这个东西 就突然间加速啊 突然间放慢 这种东西 对 斯巴达也是这样玩的 是的 这一部片其实又有几个镜头其实也让我有点想到斯巴达 就是这样跳起来 对然后跳起来 在空中慢慢的来这样子 对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来 OK 这是 跳动先生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 有一个孩子 心里的痛苦 让你更聪明 勇敢的孩子 在宝贝人 共生希望 他靠心 让万平 心里善良 谢谢大家